主料,面粉500克,辅量,油,盐,葱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面粉一半用热水搅成续状,另一半用凉水搅成续状,再温柔成光滑的面团,放一旁形至,葱洗净线末,将面团改成薄面皮,均匀地涂上一层油,再撒少许盐,再均匀地撒上葱花,葱一头卷起, 卷成长桥,再揪成一个个小剂子,用手捏住两头,反方向,转,一笑再按电,用擀面杖擀成圆饼,电饼称运热,涂上一层油,放入饼坯,盖盖,烙一至两分,打开盖,翻面再盖盖慢一翻,烙至两面惊慌即可,烹饪技巧,电饼称也可上下盘都预热,这样击半二四五分钟,就输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